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這個3-3的直線方程式 那在題面上的直線方程式 一開始我要先講參數式 包括怎麼利用點跟向量去創造出一條直線 那什麼是參數式也會講清楚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討論我們一般的方程式跟參數式的關係 所以我們來先看一下參數式 參數就是參考的數字 它的目的就是利用T或者是任何的變數 表示直線上XY的共有 就是把X跟Y的關係用T來表示出來 那用向量來解釋一下 用向量來解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例如說通過點A A一點叫做HK 就是上面呢 有一個A一點 叫做HK 那這個時候沿著這條線的方向向量 這個L的向量 叫做A B X分量是A Y分量是B 那這時候如果有了起點跟方向向量的話 你會發現 沿著方向向向量走不同的倍率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點坐標 所以呢 我們線上P點 這個P點 中點其實可以由起點A 加上T倍的方向向量去滿足 可以嗎 這個就是參數式的起點 那這個P點是XY 分開把XY分量寫出來 這時候X分量跟Y分量分別是多少呢 以HK為7耶 那這沿著A B走的時候 對於X分量是加A Y分量是加B的P倍 加上AT跟加上BT 那不要忘記了 這個T是一個可以控制的數字 所以我們控制這個不同的倍率 可能是正的 可能是負的 就可以延伸到整條的直線去 所以這時候T屬於R 你必須把它寫下來 T屬於R 這個東西就是參數式 那這個參數式實際上來說呢 在應用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寫成橫式 也就是說P點XY 就直接寫成H加AT 跟K加BT 利用T跟我們固定的這個點 還有AB 來把XY的變數表示出來 可以嗎 把XY的變數表示出來 那過第二 舉個例子 這是我們的點 我們有方向餐量的34 與B34平行的直線參數 是怎麼寫的呢 這很簡單 以12為起點 沿著34走 所以這時候 他們的XY分量 X分量是1加3T Y分量就是2加4T 像這個樣子 可以嗎 T屬於R 另外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會發現 在這個參數式的協法裡面 前面 的12 就是我們並列的點座標 後面的34 就是我們的方向向量 所以說 有的人 就叫參數式點向式 有的老師 會講參數式是點向式 這個樣子 可以嗎 也就是說 你如果只要找到起點 方向向量 我們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參數式 那想當然了 說第2就是在講這些事情 我來看一下 我先給你們抄一下 那我們緊接著來看一下 說第2 這個 說第2大家說 這個L 得到3加8T 4加9T XY分量分別是 3加8T跟4加9T 那我們就應用一下 從這裡可以得到 點座標的資訊 就是34 方向38整 那我們的動點 這個 XY要怎麼用T 表示呢 我們可以寫成3加8T 3加4加9T 這有什麼好處 本來有兩個位置就是XY 現在只剩一個T 作為變數 那解放成數比較方便 好 大概就是一樣 那基本上來說呢 這個所謂的參數式 就是把這個 XY 這個點座標XY 用T 還有我們的數字 來表示出來 就是參數式 那如果有一個方程式 要寫成參數式的話 它實際上是很簡單的 例如說像下面這個例子 2X-Y等於5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寫呢 我們可以隨意的去假設 你只要用T把XY表示出來 就是參數式 所以我去令 X等於T 哦 那移過去移過來 把它帶進去 2T-Y等於5 所以啊 Y可以寫成2T-5 一項一項就好 所以這時候 參數式 就可以寫成什麼 T跟怎麼樣 2T-5 可以嗎 當你有對你的X 可以得到對你的Y 好 例如說 像這個線上 如果 X等於1 Y等於1-3 X等於2 Y等於1-1 意思類別 對不對 那如果 X用T帶呢 相對的Y 代進去的話 變成2T-5 來 這個是代入X以後 得到Y的結果 就可以把這個 參數式表示出來 那你要用Y為T可不可以 可以 這只是一個過程 你只要想辦法把XY 這個XY 用T表示出來 用T表示出來 這是我們的參數式 那這時候 參數式有什麼好處 本來有兩個變數 現在 下一個 可以把變數減少 好 那我們知道方程式 可以轉換成參數式以後 那參數式怎麼換成方程式 關鍵的是怎麼樣 參數式有T 方程式沒有T 所以說 如果你要把參數式轉換成方程式 很簡單 只要把參數消掉就好了 那怎麼做呢 來假設上面叫做14 下面叫做24 我們把14乘以2 加上24乘以3 你就可以完成這個事情 來 來 謝謝看 所以等號的左邊變成2X 加3Y 那等號的右邊呢 負2乘以2 得負4 3Y 得負4加3Y 等級 負1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可以嗎 把T消掉就會換成方程式 好 等你們寫一下 等你們寫一下 OK 那這個講完以後我們往下看 往下看 來 做一些基本的例子 第一題太簡單了 從第二題開始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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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 我們分裂它求出直線AB 射線AB 從A到B的射線 A到B的設計 還有線條AB的測試 這題目其實沒有 題目在一條線上 有給你兩點 A嗎 那這個時候你要找 起點的方向向量 很簡單嘛 A點的43 B點的17 那你可以A點為起點 這個AB的向量 可以方向向量 是不是很好選 所以我們來看 點是誰 是3 向方向向量 用這個 A到B的AB向量 就可以 AB向量 Y-S -3 7-3正式 可以嗎 好 所以呢第一個 我們的 直線方程式 可以寫 這個時候 我們的 XY 以A0為奇點 43 方向3 -3T 加4T R R是代表實數的意思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AB直線方程式 那因為R 是一個 任意的實數 所以線可以無限延伸到任意 你想要的地方 那再來我們先看下面的這個線段 什麼叫線段 線段它的特徵 就是有奇點有終點 線段有奇點有終點 那我們先分析一下 你要以誰為奇點 你要以誰為終點 還有T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參數式有T控制 所以你必須要去找T 使得它停在AB的中間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這個參數式來說 對於這個參數式來說 當T用0代 T用0代 你自己設計 那再來T用1代是B 所以很明顯 如果你要寫成線段 有奇點有終點的線段 怎麼寫 上面是4 下面是3 線3B 加4T 我們的TR 介於幾到幾之間 介於0到1之間 這個就是我們的AB線段 那A到B的射線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要A到B的射線 也很簡單 一樣的參數是 你現在要控制的只有T而已 從A出發 往B的方向走 0 0.1 0.2 0.3 0.4 1 往正向的地方走速就可以了 所以你發現這個AB這個射線 有奇點但沒有終點 這時候只有一邊 B大有余 可以嗎 再附註講一個東西 在這裡的話 如果你要去操作 討論的是 BA線段 補充一下 如果是BA線段 代表它從1開始小下去 對不對 這裡就是立側T小1 可以嗎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這一題呢 這個是用這個兩個點 從這個兩個點的方向出方 讓你們了解 怎麼樣利用兩個點 作標 利用兩個點作標 去把這個直線方程寫出來 在學習怎麼樣操控T 去達到我們要的位置 好 好 好 那洗完我們再稍微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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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小題 好 第二題 第二題 第二題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只是說 我們要練習 做一下 好 P為20X加3Y-5等於零上洞結 AB 好 這邊行錯打錯 P為三甲值 ABP的重結 大家把它改一下 好 把它改一下 好 那第一條 我們要以參數式法 這個 坐標表表表出來 第二個 這個要把 用參數式法 這個 G點 重心的這個 坐標表表出來 好 好 那這個 第三個 我們要寫出 G點 軌跡方程式 好 軌跡方程式 就是有XY的方程式 好 就是把這個 誰銷量 我們等一下再想一下 好 那我們來開始看一下 這重量大概長成這個樣子 我畫下簡訊 不一定準確 A點是12 B點是2-3 這裡有一條線 線 線上 這個線叫做2X 加3Y-5 等於 那 我們要把線上一點P 表示出來 然後呢 這個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三角形 去討論 去討論我們的重心 軌跡 之類的東西 可以嗎 好 那第一題來開始寫 你的式子叫做2X-3Y-5等於0 對不對 那我合一的去假設 我確定 X等於T好了 好 3X-2T加3Y-5 就是等於0 那把T移過去 所以 Y啊 直接寫好不好 我都是高熱的 Y等於這個 3分之5 5 減掉 3分之2 0 3分之5 減掉 3分之2 可以嗎 好 把3除掉 對不對 OK 那這個 第二題 我們以參數字 把這個 重心表現出來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跟參數字有關係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P點值和變動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P點了 已經變成多少 P點變成多少 我拿來看我 P點現在是P跟幾 3分之5 減掉 3分之2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個時候隨著P點變動 我們的重心也會變動 那這個重心怎麼表示 很簡單 我們之前有說過 重心等於 A加 B加 C 除以幾 除以3 這以前有學過 對不對 重心的座標 等於三個點座標 3加再除以3 那它等於多少呢 它等於多少呢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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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分 3分之5 減掉 3分之2 T 再 除以3 齁 那就等於 來 X座標 先算 1加2加T 除以3 3分之3加T X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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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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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5 3 5 後面的上下乘以3 叫做 後面的錯方 上下乘以3 九分之幾 負3加5 正2 再來 減掉t 乘以3 寫2t 大概這樣寫就好了 當然可以各寫的分子 xy 把它整理一下 這G點怎麼表示 G點就叫做 1加上3t y叫做 9分之2 -9分之2t 可以嗎 沒有這個頂的 但是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第三個 寫出G的軌跡方程是 隨著T點變動 G點和變動 那G點就沿著這個層的變動 那既然這樣 把G點的方式寫出來 就是在2秒 把T消掉 怎麼消 你仔細看 這個乘以2倍 就是3分之2 這個乘以3倍 就是3分之2 再相加就好 所以我們去令 我先寫好了 x等於1加3分之2 y等於9分之2 加上2分之2 乘以3倍 然後左邊叫x加3y 2x加3y 等於右邊這個T 3分之2t跟3分之2t可以消掉 變成2加上3倍的9分之2 叫做3分之2 就這樣 整理一下好了 再乘以3倍 whatever 就變成沒有答案 這3倍好了 這3倍好了 變成 6x加9y 等於8 這是我們的案 第三小點 G的軌跡方程式 補一下 這樣 那這個第二點呢 這個第二點我們就是來練習 怎麼樣在方程式上 怎麼樣在方程式上 把參數式轉換出來 另外呢 用參數式表示一些結合的關係 好 那第三小點 你們把參數式怎麼樣 寫回方程式一個過程練習 好 那你們稍微再看一下 我們先到達到達了 這三個小時 我們再看一下 這一次 我們先到達到達了 兩次那一天 我們先到達到達了 有個程度 我們先到達到達了 超級快的 然後我們先あた不得寶寶 我們先到達到達了 我們先到達了 好,再 去用不下 我再把它稍微寫一寫 再我們來看這個第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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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於這個式子來說 第一件事情要先跟你們講一個觀念 我先稍微透過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有一條限加L1 這時候上面的點桌標用3加2t 跟2-t來表示 可以嗎 那它有另一條式子 另一條式子 這L2呢 會寫的怎麼樣 它上面的點桌標用-1加t 用5-t表示 同學 你如果畫出這樣的圖 你應該會有一個小小麻煩 只是說 這個是用T 這也是用T 但實際上這兩個 因為斷掉 這裡斷掉 所以它表示的是兩個不同的式子 那你要請問你一件事情 這兩個普通的式子之間 可不可以用相同的參數來表示 可不可以用相同參數來表示 答案當然是怎麼樣 答案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一個參數只能控制一條直線的行進方向 所以你要同時控制兩條參數的話 兩條直線的話 你必須要用兩個參數才行 那通常我們可以假設這個叫做S座標 可以嗎 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這裡可能是S座標 可不可以 好 那就這樣 那什麼就是交別 就是當這個座標在變動的時候 碰到了這個位置 剛剛這個S這個參數是在S變動的時候碰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有什麼特色 這位置它的座標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值是一樣的 X跟X要相同 Y的位置和Y的位置相同 所以這裡的話 相交嘛 就代表我們的分量 是不是要相同 所以呢 第一小題就很簡單了 這時候我們就連 3加2T 第一條線的X座標 等於第二條線的-1加S 再來第一條線的Y座標2-T 等於第二條線的Y座標5-S 你再點力氣就好 可以嗎 好 那你稍微的緊一下就可以了 這時候 2T-S 等於-4 好 不是 負T加S 等於3 兩個相加 所以得到T等於-1 S等於2 可以嗎 那你這時候 你這個時候 T算出來 S算出來 代表這兩個 SY座標都會一樣 所以呢 你T-1代一句 或是S2代一句 都可以得到我們的教練 所以我們代錄 T代錄 T代錄 L1 會得到這個 S叫做3加上兩倍的-1 Y叫做2-1 所以這時候 SY就叫做1跟3 1跟3 1跟3 這簡單 好不好 這簡單 好 第一小鈴就這樣 那第二小鈴 Easy 就是 要去找Rae角 假角 那首先 你現在 是不是對於這兩條式子 我們會有方向向來 對不對 兩條式子會有方向向來 我還是紅 紅線用紅一塊 L1的方向向來 利用 對不對 L1有方向向來 那L柱呢 我們是不是也有它的方向向來 對不對 利用這兩條方向向來 就可以觀察說 我們標的假角 我把這個圖起來的編成 對L1 它的方向向來 2-1 看這個T前面的係數 2-2 我用小奇拉 代表方向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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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呢,在这里,1-1 那我们要讲的是它的夹角 那你要注意,夹角有两个,一个是锐角,一个是顿角 所以锐夹角怎么写? 我可以这样使用,Cosantheta等于长长内极L1,L2分之L1到的L2 这绝对值,在取正,加绝对值,就全部都是正 然后在取正,就一定是锐夹角 那取副,就是副夹角,顺便讲一下 这只是为了写东西有系统,这样写 好,那就可以直接算了 L1的长,根号L2的长,根号2 上面2加1,根号3,等于根号10分之3 OK,根号10分是三种,来 来,写一下 写一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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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待會兒講